大家好,欢迎回来频道明清 在这里,我们会找些最新最棒的策略 帮你最大发生产力,和过上最好的生活 今天,我有一个很兴奋的主题 跟大家分享些真是可以改变 你对生产力和成功想法的革命性见解 这些见解来自阿里亚布达尔的开创性著作高校园 力用于越心态激发生产力做更多重要的事 这本书挑战了传统讲法 说不是只是做苦纲和死崖就会成功 相反,他介绍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说快乐才是激发生产力的核心 有没有引起你的兴趣? 我打倒你一定有兴趣啦 那我们一起深入探讨一下啦 在阿里亚布达尔消息的核心 就是积极生态的变革力量 想象一下,一个世界 我们的成功不是靠毅力 而是由快乐推动的 借助神经科学和心理学的研究 阿布达尔展示了一种愉快心态 如何实际上可以创造出一个激励和生产力的良性循环 这个不是说努力不重要 而是将努力变得更加持久和圆满 阿布达尔的书提出了一个清晰的三步方法 帮助我们利用这个原则 这里是简要概述 第一步就是通过快乐换醒持续的动力 我们怎么样可以令工作变得有趣? 阿布达尔介绍了游气化概念 把任务变成游戏 使他们变得更加投入和有趣 你要对自己的任务负责 从中找到满足感 建立积极的工作关系 都可以大大提升你日常的动力 现在,就是时候克服拖延和其他生产力障碍 这一步涉及打破无益的习惯 并用真正有效的日常活动来取代他们 克服常见的恐惧 创建一个清晰、实际的路线图 令你前进的道路看起来 没敢令人生畏 最后,要保持高能量水平 识别和解决券问题至关重要 阿布达尔谈了不同类型的券 并提供了保持清新和充满活力的策略 他强调心理和身体健康 对于维持长期生产力有多么重要 这本书真正那么厉害的地方就是 阿布达尔提供了54种实用方法 这些方法建立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 这些可操作策略 帮你将这三个步骤融入日常生活 使看此不可逾越的任务 变得更加可控和有趣 想象一下 从一天开始时识别你真正喜欢的任务 并将它们和不太喜欢的任务混合在一起 创造一种保持高能量的节奏 或者每日结束时反思你的成就 并为第二日计划少少的胜利 这些简单但有效的技巧 可以保持你的动力和活力 总之高效原力的精髓 在于转变我们对生产力的心态 通过拥抱快乐作为动力的催化剂 和采用这些扎实的策略 我们可以在不牺牲自己健康的情况下 取得惊人的成果 记住 我们有力量创造一个圆满且高效的生活 不是通过无休止的辛劳 而是通过一种充满快乐和活力的日常努力 多谢大家的时间 如果你觉得这些见解有价值 记得帮我按个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 还要按下个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未来内容 当然 记得在下面留言 分享你对用快乐推动生产力的想法 下次见 继续追尋平衡和高效的生活 谢谢大家